看这是一些华裔的朋友他们领的这个食品 领的这个食品他们好像是把它进行分装 分装到不同的这个袋里好像是 这样基本上就够他们一周吃的这个了吧 差不多够了 是吧他把这个分成类 他们一般都是结伴来到这里 用这个专门的这个小车这样的 我感觉他们好像并不是住在附近 应该是住在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是坐公交车来的应该是 他们好像是领了好多份 他们是结成伴来的 这些老年人他们比如说三五成群一起来的 他在跟他们说广东话吧 听不太懂 听不懂说什么 这个哥们是用的这种这种挺潇洒啊 像风火轮一样啊这个挺潇洒 年龄也不小了好像是这个人老美 是吧像风火轮一样这样走 他们估计是坐公交车一起回去吧应该是 这就是有一些华裔的老年人在美国的生活的这个状态 也行吧也挺有意思 这样活动活动对吧 然后也不用去商店买了啊觉得还挺好 看他就背着拎着拖着 背上背着手里拎着 两个手再拖着一个小车这样走 他们是把它分成类啊 就是把它装在不同的袋里 根据不同的种类 这是刚领了的就是 还推着一个车推着两袋 因为他拎不动 只能这样的 很重的啊 这里有牛奶有鸡蛋很重的 他们去赶公交车去了 坐这个公交车走了啊 因为这边有公交车站 所以也行吧 公交车也不花钱 然后领这个食品也不花钱对吧 所以他们是从远途过来的 我感觉好像有一些华裔的老人 在美国这边他们的生活就是 我身边的所知道的一些 他们是打听哪些地方有免费的食品 然后他们就一起 结伴坐公交车去领啊 这样的 有的行动还不太方便 这样的 然后到那去领食品 也行吧 这样也能够让社会 这个爱心有所 对吧 落实 对吧 就是让这些 从物质和心理层面 需要 获得帮助的老人 得到一种慰藉 也行 他会把这个分成类 也很不容易啊 老年人 其实我倒觉得 如果是 比方说就是我吧 我不知道我到了年龄大 会不会也像一些 老年人那样 但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是在美国这个情况下 我是绝对不会 坐公交车去 远处去领食品的 因为很容易被传染这个病毒 不过我可以骑单车去 我可以骑自行车去哦 也很幽默对吧 他会把它分成类 然后这边是老沫尔的卖冰棍的车 也从这边过来了 真的很不容易啊 这样的去 这么远 然后也行动不方便 去拿着这些食品 你看他这个兜上写着喜乐健 啊 欢喜的喜 欢乐的乐 然后健康的健啊 但是他怎么走呢 他没有小车啊 没有小车 他怎么拿走呢 或者有同伴来接他 他推着这个车 对 这个驻行器 就可以当成一个小车 明白了 对 明白了 二的 明白了 明白了 这个驻行器就相当于一个小车了 也很不容易啊 大体就是这样咯 所以现在很不容易 对吧 一些老年人在 华裔的老人在这边生活 这个小宝宝 他带着一个小婴儿 然后 前面这个哥们 他是骑着一个自行车 手里耗着两个自行车 这个真厉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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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演杂技呢在这儿 演杂技呢 表演特技啊 好了 再见了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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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拜拜 再见了 还是外面用这种棉布口罩吧 比较薄的棉布口罩 这样的 他不至于说多么有点憋气啊 就是说喘气不是那么太憋 透气性比较好 再见